这场比赛,剑中队穿黑色球衣,韩国汉阳队穿条文式的球衣,这场比赛是中韩两国中协球队的第一次比赛。 剑中队的实力要比韩国汉阳队高出很多,不仅经验比较丰富,而且球技比较高超,因此在前场的比赛中掌握了大部分的攻势,使得韩国汉阳队点击难以交价。 这场比赛,剑中队的表现也比韩国汉阳队好得多,中场以16比3拳收的比数,击败了前来我国访问的韩国汉阳队,这是汉阳队在我国的第一场比赛,他们还要到中部和南部去访问比赛。